港新聞孟達27號病逝 奪走他性命的就是肝癌 號稱人體最沉默的器官 初期毫無症狀 過了幾個月恐怕就已經變成危險期 醫師更提出四大徵兆 包括不明原因疲憊 莫名消瘦消化到症狀 其中許多患者確診前 發生長期無故腹泻的比例是50% 更得多加留意 容易會因為肝臟發炎 而影響到我們消化功能的運作 就會出現像拉肚子 就是腹泻或者是噁心嘔吐這些症狀 另外患有B型肝炎 C型肝炎以及酒精性肝炎 脂肪肝的患者 如果置之不理 恐怕佈上肝炎肝硬化 甚至會成為肝癌 作息不正常 長期飲酒恐怕也是罹患肝癌 主要原因 根據國健署建議 男性一天酒精攝取量最多20克 女性10克 以酒精濃度3.5% 容量225cc的啤酒為例 男性一天兩罐 女性一天一罐就已經達到建議了 如果每天都喝過量 長達8到10年 罹患肝癌的機率 會比一般人多出10到20倍以上 有B肝 吸肝 再加上酒精肝 如果三者都有 或者有兩者以上的話 通常我們的危險性 通常都大於兩成 如果已經到了肝硬化 那它導致肝衰竭的機會 我想已經遠遠大於50%以上 肝癌常高居台灣十大死因第二名 年度7000條人命 如果從基本生活習慣下手 早點做起 才能防止癌症 找上門 記者林維侯之語 台北報導 我是蘇寬心嗎 李永輩